有一个和尚 他很有名 开悟之后出家 经过一段时间成了这个大寺院的方丈 当年洪水 母子失散 他的母亲一直在外面讨饭 有一次 他的母亲听说某某和尚 向他儿子一打听 这个和尚的小名 还真是他的孩子 他的母亲非常高兴的 哎呀 我现在的孩子有本事了 他不查我一口饭 我要求不高 我要让我孩子给我吃一口饭 不用在外面要饭就行了 所以他的母亲 就走到了大寺院的门口 说要见你们寺院的方丈 我是他的母亲 方丈一听 马上就出来 一看到母亲抱头痛哭 然后把他接了进去 他母亲说 孩子啊 你现在过得好了 但是母亲天天都在街头要饭 现在我老了 我要不动了 你也长大有本事了 你看你管的寺院这么多人 我要求不高 你就安排一个小房间给我吃一口饭 让我度过晚年 行吧 大和尚说 不行 他母亲苦苦哀求 和尚不是讲慈悲吗 大和尚说 因为你不学佛 你不念佛 所以你一定不能待在这里 他母亲说 那你到底怎么样才能让我留在这里啊 和尚说 我有个条件 妈妈 你要能接受我 这个条件 我就留下你 他母亲说 啊 什么条件 你说吧 我现在老了 走也走不动了 天气又冷 我会冻死 饿死在外面 和尚说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他母亲想了想 儿子这么坚决 没办法 好 孩子 那你讲讲条件吧 和尚说 到我这里的 所有的米和面 都是常住的 都是接受供养的 你不能白吃饭 妈妈 你每天念一句 我弥陀佛 拿一粒大米链 你能念多少出来 你就能吃多少 如果你今天念不出来 你就不能吃 他还派了一个小和尚 在那里 看着自己的母亲 这消息传开了 很多人就说 哎呀 这个方丈 心太狠了 自己的母亲 念一遍经 要给她一颗米粒 一点慈悲心都没有 她对自己的母亲都这样 咱们不跟她学了 走吧 于是很多人就走了 但是方丈 依然如旧 就是这样 对她的母亲 小和尚 在边上 看着这位老太太 念一句 阿弥陀佛 就拿一粒 这么小的米粒 也很辛苦 小和尚就说 老太太啊 和尚让我看着 她也不知道 你念多少 哎 我偷着给你 拿两把米 你休息休息吧 我给你抓两把 小和尚就偷偷地 抓了两把 他哪里知道 这位方丈 是开千眼的 过一会儿 方丈把小和尚找来 跟他说 你今天 害了我的母亲 给她抓了两把米 你没让她念佛 今天 她不准吃饭 你被开除 赶出庙门 小和尚 还被挨了 三香板 这下 把她母亲吓得 没捞着饭 吃不说 还把小和尚赶了出去 名声更臭了 这个方丈 寺院的香火 越来越凌落 一晃 三年过去了 有一天 老太太开口了 叫你们的方丈过来 我有话跟她说 在旁边看着的小和尚一听 赶紧去找方丈 方丈去了之后 他的母亲 盘腿在那里坐着 说 方丈 感恩你的慈悲 三年过去了 你终于度了我 我 阿弥陀佛 已经来接我了 我该走了 然后 一闭眼睛 往生了 方丈 冲着他妈妈 涅槃的身体说 妈 我三年的苦心 终于没有白费 这和尚 就是这样 把他自己 亲爱的母亲 给度了 当时很多人 都来找方丈 忏悔 方丈 我们全部冤枉了你了 哪知道 你这么慈悲 你用你的慈悲 度了你的母亲 超度了你的母亲 让你母亲 在极乐世界永远的快乐 但是在我们凡人看到的 那都是眼前 给他点钱 给他点吃的 让他过得好一点 可将来可能就完了 生生四世的六道轮回 得不到解脱呀 佛说 欲望无边 凡事有度 一切 适可而止 所以 如果感觉 你心中 还有恨 有嫉妒 有烦恼 说明 你心中 还有病 因为这些 嫉妒和烦恼 会让你变得 更加的痛苦 在我们 修行人的心中 不管遇到 多么大的烦恼 永远不要消沉 要放弃欲望和埋怨 但不要放弃希望 因为人的埋怨 会让你失去你的智慧 记住了 成功总是留给那些 积极心态和头脑清醒的人 人间有四大祸根 请大家记住 酒 那是穿肠的毒药 色 那是刮骨的钢刀 生气 那是下山的猛虎 钱 那是惹祸的根苗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